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手工程式 这个视频只要三分钟 与您一起分享包文手工的入门知识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包文手工基因的计算教程 那这里的计算呢 并不是指使用基因计算器 而是通过我们自己手算 可以算出一些很复杂的基因 那基本上这个视频 你要是学会了 我基本上觉得 不管是包文手工啊 猪鼻蛇啊 还等等等等 其他的基因 最起码你算是进入到一个 基因计算的一个终极熟练程度 好 我们一起来开始吧 那首先呢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什么是显性基因 什么是隐性基因 还有是什么是等显基因 那显性基因呢 简单的理解啊 显性基因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父母只要有一方有 那他就可以直接遗传给子代 并不是需要爸爸有这个基因 妈妈有这个基因 才会有不是的 只要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人有 他的孩子就有可能拥有这种基因 就比方说 最近特别流行的柠檬霜 对不对 那显性基因基本上有哪些呢 比较常见的柠檬霜 对不对 然后还有谜 然后还有hypo基因 就是5点 就是身上没有那条黑点 那个基因 咱们再说一下 显性基因的遗传规律啊 我们跟着视频这个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显性配5 你就理解为 就是说 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是带显性 带这个显性基因的 但是另外一个是不带的 那他们遗传的规律是什么呢 他们的遗传规律将会是有 1%有和1%有 也就50%可以带这个基因 比方说柠檬霜配高黄 那就是50%出柠檬霜 50%出高黄 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那当然显性配显性呢 显性配显性就会有75% 也就是3%是显性 然后呢 1%是5 也就是说柠檬霜配柠檬霜 理论上呢 可能有3%是会出柠檬霜的 当然这都是数值上的理论 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出入 但是呢 总得有一个数去定义它吧 好 这就是显性基因的遗传规律 然后我们再来看 等显基因 等显基因就会比显性 稍微复杂一些 就这个表大家都不用记啊 因为后边会有图 大家到时候用的时候 可以去截个图 直接对着那个截图去算就可以 然后等显基因呢 基本上有哪些呢 雪花 然后还有巨人 这两个是最特殊的 等显基因 它的遗传规律是什么呢 就比方说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显性 但是在显性的基础之上呢 然后它还是有一个超级模式的 其实宁木霜是等显的 还是显性的 还没定义 然后老外说是有超级的 你今天看看能不能出吧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这个教程呢 大家就是先按照18年的这会儿去听 然后去理解就行 然后等显呢 现在最最通俗的 就是雪花和巨人了 那等显的遗传规律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首先当一个雪花配 什么都没有配无的情况下 无并不是说你不配啊 无就是说你配了一个高黄 或者是配了一个贝尔白化 或者是配了一些其他 就是说 另外一只身上并没有雪花基因 所以用无表示 雪花配无呢 那就是50%出血 1%出血花 1%出无 然后雪花配雪花呢 那就是1%出血花 然后1%出超级雪花 还有1%出无 像雪花这个就简单记一下 到时候一些简单的基因 我们到时候算下来 就不用用笔去算了 直接大概脑子里是有一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雪花配随便一只 不带雪花的 那就是一半它会带雪花 一半不带雪花 这个记住就行 然后还有一个雪花配雪花呢 那就是50%出雪花 然后25%出超级雪花 然后25%什么都不出 然后呢 像雪花配超级雪花呢 那就是50%出雪花 50%出超级雪花 就是大概是这样 那超级雪花配5呢 那SS 这颗有点像5啊 它其实是SS 超级雪花配5呢 那就是100%出雪花 超级雪花配超级雪花呢 就100%出超级雪花 巨人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到巨人 好多时候商家说自己的是巨人 其实怎么去定义呢 你拿一只巨人去配一只5 像雪花它刚出生 就可以定义 这个带不带雪花基因 但是巨人这个东西 刚出生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必须养到成底 成底之后 比方说养够一年 如果你的这只手工能有80克 就是体重 还有一个长度 30多厘米吧 真棒 然后才能定义为这是一个巨人 并且最好是具有遗传性的 就是他的子 所以说巨人这个基因定义起来吧 怎么说呢 不能100%确定 就暂且这么理解吧 不跑题了 我们继续说 加快进度 等险基因的遗传规律 大概就是这张表上的内容 等会我们都会去用 这张表的内容 你都不用去记 然后再说一下 隐性基因 隐性基因 好多新手弄得特别复杂 它整不明白 为什么整不明白呢 隐性 比方说日食基因 它是隐性 这是一个隐性基因 隐性基因并不是说 在这只手工里 它是隐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的 隐性基因 它只是对这个基因的一种定位 定义 然后像日食基因 你要想让手工带一个隐性基因 日食它是一个隐性基因 那同时呢 你想让这只手工身上 表现出这个隐性基因 需要什么呢 需要爸爸妈妈都隐了这个基因 比方说爸爸隐日食 妈妈隐日食 那这个子袋呢 它就是像第一个隐性配隐性 一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百 是有的 也就是理解为 比方说一只高黄隐日食 配另外一只高黄隐日食 那么它的子袋呢 就是百分之百出日食的 那出了日食之后 这个隐性基因就会在手工身上 关下电话 出了日食之后呢 出了日食之后呢 这只日食就会表现出来 站在手工身上 也就是说它的眼睛是红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例点 所以呢 隐性呢 就是说会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一种是hate 我hate日食 如果这只手工 卖家说这是hate日食的 那其实这只手工呢 它只是说身体里携带了 这只携带了日食基 但是呢并没有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它的眼睛就是普通眼 那如果卖家说这只手工是日食 那这只手工呢 它的父母肯定都是待日食的 或者是都是隐日食的 它才能有日食基因 也就是说它的眼睛一定是 使心眼 就是黑色的或者是红色的 就这样的 所以呢 隐性基因的遗传规律 就是隐性配隐性 百分之百有 然后隐性配hate隐性 也就是说一只日食 配一个隐日食呢 那就是二分之一有 二分之一是hate有 就是那二分之一 这里边的二分之一有的意思呢 就指的是这个隐性基因 已经被它表现出来了 就是已经眼睛是红色的了 另外一个二分之一hate有呢 是指的这只呢 它只是携带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你用两只hate的呢 就可以配出一个 就是待日食的 就大概这么理解 然后再说这个hate隐性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隐日食 配另外一个隐日食 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四分之一会有 也就是25%的几率出日食 然后四分之一无 就是25%几率什么都没有 然后还有二分之一 叫50%的几率呢 还是hate有 这基本上呢 就是手工所有的遗传的一个 一个规律吧 就这么理解 就这张表 如果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手 这张表其实都在心里 对不对 就像这张表 其实就在我心里一样 所以呢 我给它写出来 我把我心里的东西展现给你们 然后这张图呢 去截图吧 如果不 如果 如果你以后要用的话 直接把这张照片拿出来 摆到面前 开始拿手去算 好了 有了这张表之后呢 我们在这张表的基础上 我们再去算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 怎么去算 其实算这个基因啊 就是一方面呢 有助于 我们对手工能加强了解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提高一下 这个初中生物的课程 就这样 好了 基于这张表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啊 简单练习 首先呢 我们先做一个单基因的练习 就比较简单 我退出来了 我退出来 退到这个面 就是这个界面给大家说 好 先做一个单基因练习 那在这个单基因练习呢 我们的公和母 也就是说公是川普白话 母呢 也是川普白话 那我们怎么去算这个基因呢 就是 呃 咱们有减 有减入深的 有浅入深啊 有浅入深的去把这个手算基因学习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也太简单 没关系 要耐心听一下 对后本有帮助的 整个计算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了解一下公母 呃 如果公母写的是品系呢 我们就要把公母转化成 它身上拥有的基因 那两个川普白话互配 那我们作写一下 川普白话就叫TA吧 那川普白话 我们对照刚才的那张表 就是这张表 大家要截个图 我把这张表截个图 然后边截图 边给大家演示 是吧 好 我们对照这张表 这张表 这截的图有点大呀 好 这样吧 这样看得清楚一些 好 单基因的练习啊 在单基因练习里边呢 呃 首先我们的父母都是川普白话 然后我们把基因分解一下 那川普白话 它所拥有的基因 其实就是川普白话 那川普白话呢 其实是一个隐性基因 好 你知道这点就够了 首先川普TA是一个隐性的 那个母亲呢 也是TA 也是隐性的 P6川普白话的缩写 然后我们用到的公式是什么呢 这个公式在这 隐性配隐性1%有 好 那计算过程呢 就是把TA 把上面的这个 我们把上面公的这个TA 原号公有川普白话这个基因 我们去寻找下边有没有 如果有 我们就给它盛起来 如果没有 我们就直接去寻找 乘无的那一项 就大概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好 这不是TA乘TA 然后呢 利用公式 就刚才这个公式 隐性 配隐性 1% 就是1分之1有 然后呢 它的子带就是1分之1TA 所以计算结果呢 就是100%是川普白话 有川普白话配川普白话 那就是子带就100%出川普白话了 我这张可能会简单一些 简单一些没关系 我们逐渐的去加深 这是单基因的 好 我们开始双基因的练习 双基因怎么去说呢 首先 我们的公是什么呢 一只贝尔白话柠檬霜 这个挺好的一只 一只手工对不对 还挺贵呢 然后呢 配了一只什么呢 高黄引贝尔白话 好 我们去用贝尔白话柠檬霜 贝尔白话其实是一个隐性基因 柠檬霜呢 它是一个显性的 我们把它拆分成基因 就是贝尔白话 然后隐性 我们用B表示吧 那个贝尔 Beno就不说了 就是直接是一个B 然后柠檬霜 我们用LF去表示 好算一些 简单一些 都是缩写 贝尔白话是隐性基因 然后从父亲的身体里 拆出了两个基因 一个是贝尔白话 一个是柠檬霜 好 有了这两个 然后母亲是什么 高黄引贝尔白话 那高黄 我们就当原种 去给它裂出来就可以 然后呢 在这块 就是Hit 它如果带隐什么什么 我们就都拆成隐什么什么 我们就都拆成Hit 贝尔白话 然后它是一个隐性基因 不管是 只要我们这里 隐性指的是贝尔白话 不管它是表现出来的 或者是Hit的贝尔白话 我们都管它定义为隐性 对照公式表达同意 就算是一个隐性基因 好 这会怎么去算呢 刚上面那张表 可能比较简单 就直接拿上面的 乘下边的就可以 那这张表怎么去乘呢 其实好多人 这块就闹不明白 其实我们乘的时候 这么去做 首先呢 这块就有点复杂了 刚觉得上一页简单的 这块稍微注意听一下 同学们 老师开始讲课了 贝尔白话 我们先用贝尔白话 去寻找宫的贝尔白话 我们去 我理下思路 就是现场录音 理下思路是这样的 分解过程 就是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我们把宫的 拆成一个一个的基因 然后我们把宫的基因 然后单个的拿出来 去配所有下边的基因 去寻找 去下边寻找 和宫的基因相匹配 能不能匹配上 如果能匹配上 就直接给它盛起来 如果匹配不上 我们就当它成无 就这么去理解就行 并不是说用它 先去乘它 再去乘它 不是这样的 这样就复杂了 先用贝尔白话 去寻找 下边 下边有没有贝尔白话 有高黄 算不算 不算 高黄肯定不是贝尔白话 那这个 Hate Hate贝尔白话 这个就算了 不管是Hate的 还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都算 所以他俩是一样的 那相当于就寻找到 他的目标 匹配对象了 我们就把 这个B放在这 把第二个HateB 放在这 然后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就是一个 隐配隐的情况了 那不是 不是隐配隐 相当于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隐 配了一个Hate隐的情况 也就是这块 一个隐性 配了一个Hate隐性 那就是1分之1有 1分之1Hate有 好 我们知道了 1分之1有 1分之1Hate有 好 我们把这个就换成 那他的结果就是 1分之1出 不是1分之1 就是2分之1 不是出啊 就是1分之1有 有就指的是贝尔白话 2分之1贝尔白话 那1分之1Hate贝尔白话 那这个计算 第一步的计算过程 就算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 宫的里面的第二个 如果宫的里面有5个 我们就分别用这5个去找 去和下边去匹配就可以 然后这个柠檬霜 柠檬霜是显性 好 这个显性出来了 那显性下边 有没有这个柠檬霜呢 下边没有柠檬霜 那就是配5 显性配5 那显性配5 对照公式是什么呢 对吧 对照公式 1分之1有 2分之1无 好 我们就把1分之1有 和1分之1无放过来 然后就1分之1有 有柠檬霜 1分之1没有 好了 有了这个计算过程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 更关键的事情 更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用第一个结果 这是这个 这四个数 就是这个1b 2分之1kb 和2分之1lf 和2分之1无 这算是当我们的计算结果了 它是一列一列的 一行一行的 我们用第一个 去乘第二个 我们再用第一个 去乘第二个的第二个 如果后边有 再用第一个 去乘第四 第二个的第三个 就大概就这样去乘下来 好 第一个呢 就是1分之1b 乘二分之1lf 那二分之1乘二分之1 就是四分之1 那第一行的结果 就四分之1 然后b和lf 你就直接列到后边就行 blf 就是这样去做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二分之1b 我 我 我 第一个 我带着大家一块 去弄一下 它的计算结果 其实就是二分之1b 然后再乘上 二分之1lf 这是相乘的观想 就是概率相乘 也就是把二分之1 乘二分之1 就四分之1 那么就有了四分之1了 然后把后边的列出来 就是blf 就是四分之1blf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二分之1 去找第二个的第二个 5 二分之1b 乘二分之1 5 那就是四分之1b和5 但是5就不要写了 那就是四分之1b 然后我们再用第二个 第一个的 第一个结果的第二个数 去分别去乘第二 第二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也就是二分之1 hitb乘二分之1lf 那就是四分之1lf 黑的b 对吧 然后再用二分之1 黑的b 去乘二分之1 那就是四分之1 黑的b 那无就不写了 那就是四分之1b 那这样的话 整个这样搭配的结果 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些 那就是四分之1blf 也就是贝尔白化 柠檬双 然后就是四分之1b 就贝尔白化 然后四分之1lf 黑的b 就是柠檬双 引贝尔白化 然后四分之1 黑的b 就是那直接黑的b 就是前面 你就给它 相当于无黑的b 就给它写一个高黄 然后引贝尔白化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整个计算流程 就是这样的 大家其实计算的过程 计算的 就是什么二分之1 二分之1 这些数值的计算 很简单 主要是整个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你只要掌握清楚了 就很容易理解 其实你看网上好多教程 这是我自己琢磨的 我之前看网上的教程 都是什么列个九宫格 但是你九宫格怎么练 你横练是什么 数练是什么 你整不明白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时候 就是我在网上 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就这些东西 真是自己突然有一天 顿悟出来的 为什么要顿悟 这一系列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 基金计算器的时候 我是理解的 程序员不理解 我怎么能让他知道 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必须得有一个 条理化的计算过程 这样的话 程序员就理解了 其实如果谁以后 想做这个 爆分手工基金计算器 你就把这个视频 发给程序员就可以了 程序员自己悟 对不对 因为我说的 已经是非常条理化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因为双基因 这个相当于 涉及到整个 一个计算过程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把这个计算过程 再梳理清楚一些 首先我们要把 工和母拆成基因 一个一个的单独基因 包括Hate的 也给它掺成一个单独基因 那如果一只手工 又Hate了两个东西 比如说Hate了贝尔白话 Hate了日识 那就给它这块 分成两个 一个Hate的二白话 后边再加一个Hate日识 一定要拆成两个 全部拆散 拆散了之后 我们去用D 就是上面那个 就是我们去用 工的这只的 其中的一个基因 去寻找下边的 如果能找着 那么不管是Hate的 还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都算 如果能找着 就给它盛起来 就是B乘HateB 如果找不着 像LF 配下边 下边没有LF 你就直接 你给它乘个5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分解 拆成计算过程 然后最后 计算过程 我们要变化成 计算结果 就要把计算过程的 每一个结果 用第一 比方说计算过程的 第一行的第一个 去成第二个 然后第一行的第一个 去成第二行的第二个 然后我们再用 第一行的第二个 去成第二行的第一个 再用第一行的第二个 去成第二行的第二个 去这个 这个成顺口六了 说不明白 嘴笨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双基因练习 好双基因练习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了 在复杂的这个里边 我们也是按照 刚才相同的方法 一起去做 首先攻的是什么 其实雷达引白气势 因为你了解到的手工 大家总是这么说 雷达引白气势 雷达引白气势 到底是什么基因 你自己研究研究 国匠不是有一个基因表吗 回头我们也会出一个基因表 到时候方便大家 把这个品系 对成基因 好对 雷达引白气势 它其实就是日食 贝尔白化 然后黑的了暴风雪 就这三个基因 然后白气势 就是日食 贝尔白化 暴风雪 这三个基因 好我们把基因分解了之后 攻的就是拥有三个基因 母的也是三个基因 然后攻的 三个隐性 母的也是三个隐性 唯一不同的是 攻的是有一个黑他的 母的直接是暴风雪 好那接下来怎么做 按照刚才的过程 我们先用攻的第一个 去找下边有没有 有在这 好那就是日食成日食 对吧 日食成日食 那怎么得出一分之一日食的呢 再温固一下 然后隐性配隐性就这 隐性配隐性 一分之一有 好那我们这块 就直接写一个一分之一有 然后有是有什么 那跟日食啊 可能日食啊 因为这个计算的是日食 那就是一分之一日食 就可以 你就这么写上 然后再把 就是攻的的第二个 去找下边有没有 有 好那就是贝尔白化 配贝尔白化 和刚才一样 一分之一 对有 然后再把第一行的第三个 黑特暴风雪 那去找下边 有没有暴风雪相关的 有 那么就是黑特暴风雪 乘暴风雪 暴风雪是不是隐性肌 那就是一个Hate 隐成隐 去公式表 去找 然后呢 相当于是隐成Hate 对不对 那就二分之一有 二分之一Hate有 那么就直接写过来 二分之一有 二分之一Hate有 那肯定是暴风雪 好了 有了这个答案之后呢 再往下怎么去算呢 那这个只有一个怎么办 那就一个就一个呗 用这个去乘上这个 就是相当于 来计算结果 我们 我们到这写一个计算结果 这不是 我放在这 用第一个 一分之一日时 去乘上一个 一分之一 贝尔白化 然后再去乘上 一直连着乘 不管这是有多少个 就算这有二十个 也都是连乘下来 再乘第三个 二分之一 暴风雪 好 那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就简单了 对不对 一乘一乘二分之一 那它的答案 肯定就是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什么呢 然后把这仨裸列起来 二分之一日时贝尔白化 暴风雪 所以就是第一个结果 就是二分之一日时 贝尔白化 暴风雪 删了 就大概是这样 一个过程 然后呢 第一个 然后继续乘 第一个就相当于 要从上到下 每一个都乘到 第一个乘第二个 再乘第三个的第二个 因为第三个的第一个 刚乘过了 那就是日时贝尔白化 暴风雪 就是日时贝尔白化 暴风雪 那一乘一乘二分之一 就二分之一 所以呢 这两个相配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 50%出日时贝尔白化 暴风雪 50%出日时贝尔白化 黑的暴风雪 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 其实算很简单的 你看我写那么多 其实你要拿笔算 其实特别特别快 好 多基因做完了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更复杂一点 那更复杂一点的 怎么来呢 我们去用一个SSB SS就是超级雪花 然后贝尔白化 然后引了WK 也就是 然后也就是他引了 这个 那个 暴风雪 对不对 对 这个例子可能稍微有点问题 就这么看吧 我们把这两个 然后这个是雷达引WK 就贝尔白化 日时贝尔白化 暴风雪 这个WK就是日时 贝尔白化暴风雪 对不对 这个WK 这个引WK就是引了暴风雪 这个例子可能稍微有点问题 不用管的 我们就只是算这个基因 去了解这个基因计算方法就行了 这个东西刚早上没睡醒写的 功能拆成SS 对不对 再拆成一个贝尔白化 然后呢 就这块没写对 然后呢 Hate日时 然后Hate暴风雪 这是功的基因的拆解 这块其实应该是日时 然后是Hate日时 这块应该是Hate日时 Hate暴风雪 Hate日时 大家跟我一块把这个表顺便完善一下 因为这个表会都会放在公共号上 大家下来的 写上了吗 算了 写上了 我拆的没问题 只是后边这个括号也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超级雪花 超级雪花 超级雪花 SSP 也就是超级雪花 贝尔白化 引WK 其实就引了两个 一个引了暴风雪 一个引了日时 就是拆成了 它相当于拆成了 一二三四 拆成了四个了 也就是超级雪花 然后这个是一个贝尔白化 引日时 引暴风雪 这个是雷达 引WK 也就是日时 贝尔白化 然后 然后是 引暴风雪 好 就这样 日时 贝尔白化 引暴风雪 日时 贝尔白化 引暴风雪 好 我们把这个基因拆完之后呢 公的这块有一二三四四个 母的这块有三个 因为要给大家举例 我们专门找了一些特别特殊的 像刚才的是一个 一个乘两个的 这个相当于是四个配三个 有四个基因 配三个基因 那它的计算过程 其实和刚才是一样的 先是超级雪花 SS 下面有没有 公的有SS 母的有没有 母的没有 那母的没有是什么 SS配无 SS配无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打开 刚才的 哪儿的了 哦 这儿 SS配无 这不是SS配无 SS配无是什么 这儿 SS配无就是一分之一雪花 好 我们就写下 一分之一雪花 然后再找这个B B下边有没有 有 那就是B乘B 隐性基因配隐性基因 隐配隐 就是一分之一 所以就是一分之一B 然后这个Hate日食 然后Hate日食配日食 就是日食配Hate日食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隐 配了一个Hate隐 你去找隐配Hate隐 二分之一有 二分之一Hate有 就是二分之一有 二分之一Hate有 就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最后一个相当于是 暴风雪 Hate暴风雪 配Hate暴风雪 就是Hate隐配Hate隐 配Hate隐配Hate隐 就是四分之一有 四分之一无 四分之一Hate有 四分之一有 四分之一无 四分之一Hate有 好 其实拆成这一步 都还好说 好多人就是糊涂在这块了 那把这些结果 怎么去裸列成这个呢 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 先说第一行 就是第一个 乘第二行的这一个 因为它只有一个 就直接乘下来就行 一乘一 就是相当于 就是一分之一S乘 我还是写一下吧 我们主要就把几个 特别关键的地方 给大家说清楚 我觉得 谁都能明白 一分之一S乘一分之一B 然后我们再乘什么呢 乘二分之一日食 二分之一Eclipse 然后再乘二分之一爆风雪 不是四分之一爆风雪 这个乘就是相当于 这个乘这个 然后再乘这个 再乘这个 就一气乘下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个结果 那第一个结果 一乘一乘二分之一 那还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那就是八分之一 那这块就是八分之一的SB 这不是SB日食 SB日食爆风雪 就大概这样 一乘一分之一乘一分之一 等于一分之一 一再乘二分之一 还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就是八分之一 这个很好算的 也就是八分之一的 八分之一 然后它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八分之一的 然后就把这些什么S啊 然后这些B啊 就按之前怎么写 就都罗列出来 就出来了 这边四个 相当于就是八分之一 SB日食 暴风雪 就这样 这第一个结果就出来了 对不对 第一个结果出来了之后呢 第二个结果怎么算 这个第一行的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它只有一个 就一直去用 然后再乘上一个第一行 就是第三行有两个 那先不管 我们先用第一个 这个乘这个 再乘这个 这个乘过了 我们就乘第二个 对吧 然后乘下来 就是第二个结果 然后我们再用第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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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乘 最后一个 就一直从上 从后往前 每个都得乘到 这个 然后乘上这个 因为前两个 刚刚已经乘过了 就得到了这三个结果 得到这三个结果 还没有完 然后我们再用第一个 乘第二个 这个刚才用过了 然后下边的也乘过了 我们就用这个 第一个乘第二个 再乘第三行的第二个 然后重来一遍 第三行的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这么乘下来 最后结果一汇总 然后如果结果有相同的 比方说 都有一个二分之一SB 那你就再乘一下 就变成四分之二SB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算下来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 正确结果 哎呀我不知道 我讲的清楚 你们听明白没有啊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讲的也不算快 然后计算过程 也比较简单 回顾一下计算方法 就是把工的品系拆成基因 一个一个的单独基因 全部列出来 高黄就写就无 无就不用管它了 高黄就忽略掉 如果有高黄就忽略掉 这是特殊的 像这个有超级雪花 就SS拆成B 拆成Hate日食 有Hate的都标上 Hate包包绝 然后母的也拆 拆完了之后 我们把工的 用工的基因 去寻找下边的 如果能找着 就给它盛起来 像这个B和B 和Hate日食和日食 这是能找着的 然后去判断一下 这个日食是隐性基因 我们就对公式表 隐配隐是什么 或者隐配Hate隐是什么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 然后我们把计算过程中的 每一项答案 分别 用数列的方式盛下来 也就是说第一个乘第二行的第一个 然后再乘这个 然后再乘这个 一二三四 然后把前半的几率相乘 就是一乘一乘二乘四 那就是八嘛 对不对 那就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什么呢 就是SB日食包风雪 其中的一个结果就出来了 然后继续 第一个第二个 第三行虽然有两个 我们先用第一个 为什么先用第一个 因为第四个有三个呀 我们都没有乘变 我们都得乘变 刚才乘过这个 第二次就乘这个 第三次就乘这个 然后吧 然后就会得到三个结果 然后再 因为第四个已经用过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再去用 第三行的第二个 然后这个乘这个 第三行的第二个 然后再分别去乘第四个的 这三个 一二三 一二三 就得出以下结果 好 回到幻灵天 好 整个 整个 最后一个的基因计算复习 也结束了 最后 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基因教程 你就可以得到 就是这个教程的下载版 你可以把它存到手机里 然后你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 可以简单拿出来看一看 尤其是那个公视页 你可以把公视页 结一个屏也可以 好了 开关话了 好了 谢谢大家 不对 词爆了 最后就是什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微信关注我们的 嘴不溜 好了 就这样吧 关注我们 可放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